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咱说完了封装 对不对 但是不算完全说完 咱说了 封装对方法可以封装 对属性也可以封装 对不对 对属性的封装有可能意义更大 对吧 对 那他说了 对属性封装的时候 有些值 咱们是允许他读的 对吧 经过方法之后 是不是就经过一个过程可以处理啊 让他读到一些虚假的值 或者是变化处理后的过滤后的值 对不对 对 但我的时候不一定是虚假的 对吧 那设置值的时候也是经过一个方法 一个过程 这样的话就可以控制这个值的范围 如果不需要设值的话 就不用这边 那假如说妹子 我想做到一个热点 所有的属性都允许别人读止 不允许别人设置值 你该怎么做 对不能就是重新改值 但是允许读止 按照上一课咱们介绍的 是不是每个属性都得做一个盖的什么什么方法 对不对 对 如果是做加瓦程序 加瓦程序会有我们叫做加瓦病的那个概念 就是你有一百个属性 你要做二百个方法 side和盖 每一个属性都有个side和盖 就这么做 而在P2P里边 怎么的 你只需要做两个方法 你就可以获取和设置所有属性的值 因为咱们那个参数 是不是可以传变量的形象 这是P2P能做到 别的做不到的 但是这种方法还不算简单 那P2P里边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因为P2P在面上具项里边 给我们提供了摩额素方法 很多很多方法 包括前面咱们学个构造方法 和西部方法 你杠杠开头的 是不是两个方法 对 魔术方法就像变魔术一样 你只要加这个方法 它就起作用 你不加这个方法 它就不起作用 就这么来的 那么咱们这节课 咱们要学四个魔术方法 当然不一定全在这节课学 对吧 这一课咱们先学两 都哪四个魔术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学这几个 记录一下 魔术方法 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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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工调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对不对 那这样的方法你在写的时候 以后有这样方法设置值了 你看构造方法是不是也用它设置值 对吧 所以像这样以后再设置值的时候 比如设置性别 那你可以调用这一次里边的 side 性别 你可以这么做 这可以吧 这实际上你的内容 我稍稍提一下 这么做的问题干嘛 是不是用构造方法设置值的话 也经过这个过程 对吧 不符合调定的识别 用不上 对吧 那这就跟他学模式方法 模式方法什么意思呢 你只要写这个方法 方法明是固定的 每一个模式方法有一个固定的作用 听懂 一杠杠两个下位线开头了 对吧 那一个方法一个作用 咱们先来看get 杠杠get 如果我在这里边加上一个 杠杠get 模式方法基本上都是自动调用的 嗯 那这个方法什么时候自动调用 杠杠get 对吧 自动调用的时机 自动调用 什么时候呢 是在访问 怎么 是在直接访问 私有成员时自动调用 是在直接访问 私有成员的时候 自动调用 什么叫直接访问 私有成员 比如说 下边 直接访问 直接 直接 盖的是读的数据啊 跟这个没关系 P 里边 什么 比如说 W名字等于 这叫设置值 嗯 对吧 什么叫直接访问者 就直接读的 I P里边 这样直接读值的时候 不是私有的 如果不是私有的 能读值 这块 VR吧 帕布里克吧 这名字 然后 这不是私有的 那我这里边输出一行解放 我先看一下 会不会掉到这个方法 呃这个必须有一个参数啊 这里边必须有个参数 我先写这话 我这叫PRO吧 是吧 哎 一会我再说参数过来 你看 妹子再见 是不是知识国 那这个掉了吗 没有 没有掉了 而我如果他是私有成员 看到了吧 嗯 我是不是直接读属性 读的 读的是什么 读私有属性的时候 读的内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解放掉了 对吧 那如果我读的不是一个私有属性呢 性别 年龄 对 年龄 是不是读三个私有属性 我们来看一下 是被掉了三次 能理人吗 嗯 也就是什么时候自动掉用 这个盖的方法 直接读私有属性的时候 自动掉用 不是私有属性的时候 不自动掉用 对吧 那用他的目的是干嘛呢 找了 就看参数干嘛 会自动把你读的那个私有属性的 属性名称 会传给这个参数 对 属性名称 会传给这个参数 属性名称是谁啊 $4PRO 对吧 你看 咱们的属性名称 我分别读的谁啊 是不是内部 性别和年龄 那我们看一下 属性名称是什么 是不是名字 性别 年龄 看到了吧 名字 性别 年龄 有这个吧 嗯 能理这个问题吗 嗯 那传进来这个 那有什么用啊 看好了 私有的是把这属性传进来了 这个是不是自动掉用了 太值得属性名了 对不对 对吧 我直接返回 什么 $4PRO 这一次里边的 如果返回 name 是不是不管掉哪个属性 都返回name 对吧 我们来试一下 名字就叫妹子 这里边会发生什么 是妹子 妹子 然后再见 对吧 那如果返回PRO 这么写行吗 是不是找这一次你PRO的属性 但是PRO是个变量 $4PRO 那这话既然传是这样 传内幕的时候 就是反过这次内幕 传年龄的时候 就反过这次age 传性别的时候 反过这次age 所以呢 这话 我们现在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妹子 88 中间少了一个 年龄88 性别 性别 没认识上吗 PRO 诶 怎么没读出性别了 P的性别 没有问题啊 GET里边PRO 这次你该的PRO性别 存在来 一会IQO一下 啊 试着值的时候 这会儿就没试着上 就是空的 对不对啊 跟这没关系 我把这个怎么办 把这两行去掉 对吧 来 妹子 88的 对不对 性别 传进来的性别 传进来的性别 经过this sex 设置 设置成this you better sex 那我这会儿就服务 反复值的 因为这个没有反复值 空的就给他了 对不对 刚才写错了 其实跟这个没关系 传的是不是就难呢 默着传的是你 那下边传的是你 是非诚 是不是女 刚才写错了 因为这个方法是没有反复值的 是不用反复值 再付给他了 对不对 对吧 原因在这 好 那这样 我们是不是就做到了 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 什么 不让所有的负值 但是干嘛 是不是 不是不是全可以取值啊 是不是做了一点了 嗯 那也知道这个方法 那现在我是不是就不用这样 方法 不用这个方法得到的方法 对吧 对吧 那除了这个 行 咱先看到这儿 好吧 嗯 那刚刚在的什么意思 是吧 在 对 也是自动掉用 但是呢 是在 直接 设置 什么 对 私有 属性 直 是 自动掉用 对吧 他需要两个参数 上面是不是需要一个参数 对吧 一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不是就是那个属性名 这个为什么两个参数呢 一个属性名 一个属性值 好 我把这个方法写到这儿吧 大家写到什么位置都可以啊 faction 干不干 set 第一个肯定是属性名 第二肯定是属性值 对不对 对吧 我们可以试一下 什么时候自动掉用 为属性 直接设置值的时候 掉用 比如说这里边 嗯 输出$Name 等你$B就是 是不是输出这俩 echo一下 什么时候自动掉用 好了 是不是上面是拖取值啊 上面是吧 倒入P里边的Name 把妹子改成 嗯 比如说 B N 竹 然后 P里边的年龄 改成18岁 倒入P里边的 性别等于 还是女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连续掉用三次这个方法 名字等于编续年龄等于性别的 对吧 对吧 既然都传到这来了 我是不是在这里边就可以给他设置值了 对吧 怎么设置 $这一次里边的 $Name 内部设数变化了 你是给名字设置 它是内部 给年龄它就是age 对吧 所以这次Name 这次age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现在我一刷新 你看B银竹 18岁 对吧 是不是就有了 嗯 那我这么做完之后 这样做完之后 是不是就跟这三个属性不封装是一样的效果 也可以设置值 也可以取值 对不对 答到这些目的了 但是不一样 如果你不写这两个方法 这些变成公有的 那是设置值和取值可以随意 任何值都可以设置 对吧 但是如果我经过这两个值了 就会怎么样 经过这两个值了 经过这两个方法 是不是在这里就可以处理了 比如说这里边设置值的时候 我可以判断 如果道路名字等于年龄 如果等于年龄 看到了吗 如果等于年龄 再如果道路 微留值 如果是小于零岁 或者 就是并且 什么 微留值大于一百岁 我就直接怎么办 retern 对吧 经过方法之后 我就可以通过过程在这里边 控制个别的值 允许还是不允许 允许是允许哪些值 对吧 而如果不经过这两个方法的话 直接在上面去改值的话 都变成怎么样 是不是随意的值啊 所以呢 虽然多加两个方法 跟原来效果一样 但是是经过过程 我能写处理 对吧 所以你看一下 这样的值 也一样能复上值 但是如果复上 你看 一百八十岁 对吧 对吧 会有什么效果呢 看错了吗 如果小于 小于零岁 或者小于大一百岁 是不是就是原来的值八十八 对吧 就不符合吧 这就是一个想做一个符合条件的 对不对 嗯 另外再有 这些方法是证调 有必要要外面直接用吗 没有 没有 那我们封装上行不行啊 把这两个方法封装上可不可以 可以吗 不可以 老版本是可以的 新版本 是不会跟我发生警告啊 对不对 建议这个方法必须是公有的 是不是才可以啊 所以你要么不写 要么写就写 怕不累 对了吗 老版本里面是 需要 是可以这么多的 但是我这个 我觉得变成私有的更好 对了吗 不变成私有的话 外面就意味着 我可以直接调用这个 比如说 IQO一个 当初P1里边有个盖子 杠杠盖的方法 比如说我过去年龄 看到了吗 我上边 假如说像身份这些 比如说去掉 是不是88可以过去到 就这么半个可以调用 所以他这个 新版本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 你可以用原来的调用 也可以自己调用 也可以自动调用 明白的意思吗 所以要求你P1是公有的 而我觉得这个私有话 可以更好一些 这是个人建议的 在他心里面改的 肯定有他改的 他的道理对不对 肯定优点大于缺点去改的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学的什么 两个模式方法 Side和概念 知道吗 目的就是处理私有属性 之间复制和取值的 记住 模式方法只有 在我知道的原理里边 只有P2P 别的也没有 如果你学加吧 那想实现这样的功能 相当的麻烦 对吧 而P2P提供的模式方法 非常容易 那这才是 既然两个模式方法 P2P里边有好多 模式方法都比较适用 好 那咱们这节课就先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继续介绍 模式方法吧 好吧 好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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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